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爷爷奶奶原本打算带着孙女回老家的 但是小勤夫妻俩舍不得孩子 所以委托设计师对自家进行改造 希望三代人可以公处在这个34平的家里 想要家里看起来大 用起来也大 设计师再三修改方案 最后将苏州苍浪亭中最玲珑空间圆形巧妙的融合到改造中 一起来看看改完的效果如何吧 改造后的家玄关处明亮开阔了很多 更有储备和换鞋凳 实用了不少 客厅也从之前的假小昏暗变得宽敞明亮 一家人可以坐在这儿 聊聊天 天花板上面 还有个隐藏式的游戏区域 这个茶几就是个神奇的存在 可以餐桌茶几随意变换 厨房也变成了内厨和外厨 内厨用来日常做饭 外厨是用来给爷爷做面食的 中间设计了玻璃门 这样就不用担心油烟了 主要现在可以睡觉 办公 唱歌 跳舞 画画 睡余甲 健身 桌游 电影 简直就是非常强大的多功能空间 踏踏米收纳很不错 连婴儿床都能藏在下面 爷爷奶奶的连歌诗改完的老人房 改造后的卫生间面积大多了 干湿分离也有了 谁能想到34平的房子里能藏着这么多空间 现在这里就是第二次被替根子一点 可能在前面筋的时候还可以看到 很严重的顾问